在美中对抗升高的时候 这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军机又在南海的空域 差点擦枪走火 这次非常逼近 美方公布了画面 中方战机是加速冲向美方的侦察机 切入对方航道 掠过美国军机机头 而强烈的对流让美军的急速晃动 驾驶舱清楚的感受到扰动 这场美洲军机的相遇事故 就发生在中国方面 拒绝跟美国国防部长面对面会谈的邀请 时机敏感 让各界觉得美中对抗 已经增加了擦枪走火的危机 当美国与中国军机在南海相遇会怎么样 26号在南海上空所发生这惊险的一幕 就是答案 当时这架美军RC-135侦察机 正开展例行任务 迎面而来一架解放军歼16战机 先是远远观察 然后突然复翼滚转 加速往前冲拦截对方航线 整架战机从机头前掠过 美方侦察机受乱流干扰机身摇晃 美国印太司令部30号发声明和现场画面 并且重申美方当时是在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 强调美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 安全并且负责任的飞行旅航行 而类似的挑衅举动对解放军来说早就不是第一次 除了22年前差一点引发两国擦枪走火的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之外 去年12月也有一架解放军歼11战机 在南海上空逼近美军RC-135侦察机 两机一度靠近到只有三公尺的距离 美方军机被迫减速闪避免碰撞 美国CNN记者今年2月搭军方飞机在南海空域飞行时 也曾经一路遭共军战机近距离尾随 但这一次解放军战机在南海挑衅美军侦察机的时间点特别敏感 因为美方早前曾向中方提议 希望趁下个月2号登场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 各国防长同台的机会 让美国防长奥斯汀与中国新任防长李尚福 在场边展开首次面对面会谈 但相关的提议遭中方拒绝 当前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 美方是清楚的 李尚福5年前负责处理解放军军备事务期间 曾经从俄罗斯进口武器违反美方制裁 因此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美方曾表示制裁不应该成为阻止两国防长会晤的理由 五角大厦的高阶官员更坦言 从2021年以来 中方对美方所提出的会谈提议 已经拒绝或者已读不回十多次 就在美中两军对话持续中断 令外界担忧擦枪走火风险可能上升的同时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老板马斯克 30号搭着专机飞抵北京 展开三年来首场中国访问 他一下机就先拜会大陆外长秦刚 中方声称马斯克在秦刚会谈时 表明反对美中脱钩锻炼 愿意继续拓展在中国的业务 秦刚则把中美关系比作开车 秦双方要善于采油门推进互利合作 避免危险驾驶 整场会谈满满政治味 马斯克早前曾经在股东大会上坦承 全球需求疲软将影响特斯拉的发展 他这回造访特斯拉Model Y的最大市场 中国 要怎么样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并且冲破近期遭当局喊咖的上海扩厂计划 在公开讯息中看不到任何迹象 对记者的询问也完全不给任何回应 也难怪他这趟中国行被外界迟疑 可能会沦为北京当局在美中竞争下 推展认知作战的工具 中方一向欢迎包括马斯克先生在内的各国工商界人士 访华 我们乐见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新业 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马斯克31号上午与中国大陆工信部部长会谈 至于会不会如外媒的推估 获得大陆总理李强的接见 各界都在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